好的各位保友們 今天這個影片會非常簡短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只要跟大家講 因為剛好這兩天有蠻多保友在問我 就是這個版本已經更新到iOS 15.1該怎麼辦 那個iPoco開不起來 我跟你們說會開不起來的原因就是 因為你們不是用官方的宅店 就是絕對不會是我這邊的宅店 你們如果像這些保友他們後來 他們就是其實都大部分都自己買 或是跟別的賣家自己去買的 然後發現不能用 然後再跑來問我看看 那最後他們就是跟我買我這邊的那個 官方的宅店 那當然就可以順利的進入遊戲啦 這是很正常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呢 就是因為基本上外面的賣家 他們都不是官方的東西 所以在資源性上會有差異會有落差 版本上也會有落差 那是很正常的 然後再來就是大部分的現在外面的一些宅店 他們都還不支援15.1 就是蘋果最新的版本 目前最新的版本 是15.1喔 不是15.01喔 15.01應該所有都接受 都可以那個了 但是15.1目前只有官方的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遇到不能玩 就兩個解決方案 第一就是你如果不想花錢 你就是繼續等 等到就是你原本買的那些 跟那些商家買 或是跟網路上面自己買的 你就只能等他們等到資源才可以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找我這邊 從我這邊購買那個官方的宅店 這樣子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今天其實主要只是要說明一下這個而已 因為就是最近蠻多保友在問的啦 OK好 希望大家遊戲愉快囉 掰掰